上次我们把Bhakti Yoga的部分读完了 透过爱寻找神的修行之路 这是适合需要相信真实感觉的人修行的方法 也是最多信徒走的一条修行之路 信徒全心全意的爱神 用自己全部的生命来爱神 这个神必须是自身之外的 和Jana Yoga的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当一个人不畏自私的理由的去爱神的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的欲望也会削弱 他的心量也会扩大到爱神所创造的一切 但是要爱一个既见不到又听不到的神真的很难 因此印度教有众多的神像神话 于是都是为了帮助信徒保持与神的连结 保持那爱的热度 信徒清楚那不是神 只是指向神的指标 Bhakti Yoga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Japham 就是重复神号的修炼 这和我们念佛号很相似 信徒不断的口中念着神号 心中紧紧的依靠着神 他生活中所有大大小小的作为 都会充满神性 他也会一直沐浴在神的爱意当中 第二个特点是Reading the Changes of Love 信徒用不同形式的爱来爱神 比如仆人对族人的忠诚 孩子对父母的依靠 婚姻的终身相许 朋友之间的关爱和信任 甚至父母对孩子的呵护 用这种种种的形式去爱神 会深化信徒对神的情感 第三个特点是Ishtah 用个人相应的形象来崇拜神 就像佛教里有一些人 对观世音菩萨比较有感觉 有一些人觉得跟地藏王菩萨比较有缘分 Bakati的信徒 也是会选定自己觉得相应的Ishtah 来做终身的依靠 另外我们也读完了 Karma Yoga的这一节 工作是人类生活的重点 印度教说要修行不一定要你退到修道院 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都是可以修行的 只要你做的事不是为那小我而做的 而且你不执着于结果 因为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超越小我的渺小 解脱那束缚着我们的自我 Shanani Yogi跟Bakati Yogi都可以用Karma Yoga的方式来修行 对于Bakati的修行者 Karma Yoga告诉我们 我们对外界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对自己产生反作用力 我因为看不顺一棵树挡住我的视线 我把树砍了 挥在树上的斧头也同时在我的心里产生作用 让我那我行我树自私自立的决心 更根深蒂固的植入我的心里 也让我跟神的距离更遥远 反过来说 每一场不考虑自己的作为 都会减少我的自我中心 直到最后没有任何的障碍将我与神隔离 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如果是没有牵挂的 完全托付给神的 他的业力将会像是水滴在连夜上 完全不会附着 修行者只是执行神的指示工具 所作所为都奉献给神 他臣服于万物之主 人生的层层夫妇再也影响 再也不会影响他 这些人不会被挫折击败 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赢 也不是为了要成功 他的行为不会膨胀自我 在尽职的完成任务之后 他可以完全的放下离开 心里不会有期待什么的痕迹 Karma Yogi用这样的心态工作 可以还清过往的业 而不再累积更多的业 对于反省力强的 Shanani修行者 那表现的方式 有点不一样 我们在读Shanani Yoga的 那一节的时候 有读到修行者要辨认清楚 那个拥有身体的小我 以及具有神性的大我的存在 那么在Karma Yoga的修行 他在做事的时候 也是抱持的同样的思维 他知道一般人在选择 要不要做事情的时候 都会考虑那事情 对于小我有什么好处 有多少报酬 但是那样做 只会让自我更加的膨胀 让小我和大我之间的界线 隔开的更远 反过来说 如果他做一件事情 是因为这件事情 本身应该做 不考虑那感官的效果 而执行他该做的事情 这就是Karma Yoga的做法 一个例子就是 一位修行者看到了 一只蝎子掉进水中 他就把他捞起来 蝎子却遮了他的手 他痛得手放开 结果蝎子又掉进水里了 修行人又把他捞起来 又被那个蝎子遮而放手 旁人问他 蝎子那样伤害他 他为什么还要救他 他说蝎子的本性 就是会遮人 而修行人的本性 就是要帮助友情 Karma Yoga的 在每一件责任出现的时候 都以安定的态度 全神贯注地去做 理智烦恼 兴奋 以及想要分心的念头 但工作一旦结束 他就将之放下 与那工作 断绝关系 让结果好坏 自然呈现 Bagava Gita中文说 德师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名誉和羞耻 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苦乐对我来说是一样的 这样的修行都是为了缩小自我 直到所有的私欲被驱散 一个截然不同的核心出现 那是一个高贵的旁观者 对于小我的习性 喜好 超软的无动于衷 那就是真实的永恒存在 所以我们上次就把这个 Karma Yoga的部分就念完了 那我们今天会进入 Raja Yoga的部分 从41页 我希望能够读到 Raja Yoga这一节的结束 就是第50页 那进度可能有一点多 有可能会超过一点点 所以那个同学们 如果要十一点半 要先离开的话 就可以先执行下线 好 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来开始念 那个不能念书的同学 可以在chart里面先跟我讲 看一下 可以有一些同学 有说不能念 那我来stop share stop share stop share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先先回念 那我们先请 B可以念 好那我们就先请B念 B请你从这边念 The way to God through psychophysical exercises 可以念到下一页的 Hypothesis in question The way to God through psychophysical exercises Because of the dazzling heights to which it means Raja Yoga has been known in India As the royal road to reintegration Designed for people who are of scientific bent It is the way to God through psychophysical experiments The West has honored empir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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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In the laboratory But has often distrusted it in spiritual matters On grounds that it defies personal experience By making it the final test of truth India has not had such misgivings Arguing that affairs of the spirit Can be approached As empirically As can alter nature She encourages these people Who possess The requisite Requisites Inclination And the willpower To seek God In laboratory fashion The approach calls for For a strong suspicion That our true selves Are more than we now realize And a passion to prompt Their full extent For those who possess This qualifications Raja Yoga outlines A series of steps That are to be followed As Regularly As the steps In a physics experiment If this do not produce The expected consequences The hypothesis Has been Disapproved At least For this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 Potter Is that Experiences That fault Wil come from The hypothesis In questio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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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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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psychology心理学 physical就是身体的 所以psychophysical是身体和心理的意思 因为Raja Yoga的身心的修行 能够带领修行人达到令人目眩的高度 所以它也被叫做走向重新整合的皇家之路 这是一种整合有科学实验精神的人的修行 这是一种适合有科学实验精神的人修行 通过身心实验走向神的道路 西方很看重在实验室内观察到得到的证据和结论 但是对于精神层面的证据却抱持着怀疑的态度 因为西方人会觉得那是将个人的经验神圣化 个人经验是唯一验证的标准 那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经验为最终的标准 那也没有什么一个共同的客观的标准可言 那就没什么好讨论的 只不过是各说各话而已 印度教就没有这样的疑惑 他主张精神层面的现象和自然界的现象 一样可以被观察体验 对于有实验精神又有极过毅力的人们 印度教鼓励他们用实验的精神来寻找神 这种修行方法的一个纤结条件 纤结条件是我们要强烈的质疑 我们的全部不只是我们目前理解的这些而已 一定还有更多更深层的部分是我们还未发掘出来的 而我们要有足够的动力去测试那一些未知部分的深度 对于各种探索精神和动力的人 对于有这种探索精神和动力的人 Raja Yoga列出一系列的步骤 让修行者可以像是在做科学实验那样的严谨自行 如果修行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那么至少对这一个修行者来说 这个实验就会否定 不过印度教主张的是照着做而得出的观察经验 会证实此一假设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Raja 是 因为我们都印度学生 Raja 那一只狗叫Raja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是国王或者是王子 然后那个Raja 是黄江 好 以上 好 谢谢 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 好多女儿的同学都叫做Raja 那是Raja的意思吗 对对对 好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下一位就请Date Date请你从这边念 Unlike most experiments 一直到 两小段 proceed Unlike most experiments in the nature sciences those of Raja Yoga are on oneself not external nature even where science does turn to self-experiment as in medicine where ethics prescribes that dangerous experiments may be performed only on oneself the India emphasis is different the Yugi experiments not on his body though we shall find the body definitely involved but on his mind the experiments take the form of practicing prescribed mental exercises and observing their subjective effects no dogmas need be accepted no dogmas need be accepted but experiments require hypothesis they are designed to confirm or negate the hypothesis that underlies Raja Yoga is the Hindu doctrine of the human self and though it has been described several times already it needs to be restated as the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the steps of Raja Yoga proceed 谢谢 Dave 谢谢 跟一般科学实验不同的是 Raja Yoga的实验都是在自己身上做 而不是在外界 西方也有的时候会在自己的身上做一些实验 比如在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医学实验的时候 医学界的道德规范是不准许拿别人来做实验的 所以有一些科学家只能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来证实自己的假设是成立的 但是印度教的重点还是跟西方的重点不一样 印度教的修行者虽然也是拿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 但是实验的重点是在做心理上的训练 以及观察心理的效应 而不是在于身体的训练和效应 修行者不需要接受什么教条 Dogma就是教条 但是实验需要列出一个假设 让修行者观察并且得到肯定或是否定的结论 Raja Yoga的假设就是印度教里提到的我 虽然我们已经很多次提到这个我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再次的说明 以作为Raja Yoga的修行步骤的背景 这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下一位就请Dr. E. Wang 从这边应该是念 The Theory Postures 一直到上面这里 Divine Beatitude The Theory Postulates That the human self Is a layered entity We need not to Go into the detail The Hindu analysis Of these layers The Procure Postu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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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Are technical And the future signs May show them To be more metaphorical Then literally accurate For our purpose It is It is Enough To summarize the hypothesis By reducing The principal layer To To four First First And most obviously We have bodies Next Come The conscious layer Of our mind Underlining These two Is a third region The rim of the individual subconscious This has been built up Through our individual history Most of our past experiences Have been lost to our conscious memory But those experiences continue to shape our lives In ways that To The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sis Tries to Understand With these three parts of the self The West is in full agreement What is distinctive in the Hindu hypothesis Is its postulation of a force component, underlining the other three less perceived by the conscious mind than even its private subconscious, through related to it fully as much, since being itself, infinite, unthorned, eternal. I'm smaller than the minicest atom, likewise greater than the greatest. I am the whole, the diversified, the multicolored, the lovely, strange universe. I am the ancient one. I am man, the Lord. I am the being of gold. I am the very state of divine gratitude. Thank you, Dr. Iwan. 論eri deck的假设是, 人的自我, 是一個层层被包袱的存在, 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探究印度教在分析的这一些层次的细节, 虽然印度教描述这些细节很仔细 但是这些描述可能比较是隐喻的 而不见得是真实的描述现实 或许未来的科技能证明那是真实的还是隐喻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为了我们建立假设的目的 我们只需要了解四个主要的层次 首先很显然的我们有身体 接着我们有心灵的意识层 这两层之下是第三层的领域 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这是我们个人经历的所组成的 我们大部分的经历都从我们的记忆 意识记忆中消失 但是这些经验都还继续的在塑造我们的生命 这是怎么做到的 当代的心理分析学家都还在试着了解 关于自我的这三层 身体意识层和潜意识层 西方是完全同意的 印度教不同之处在他所假设的第四层 在这三层之下 比我们的潜意识层还更难被察觉的 是存在本身 无限的 无受限制的 永恒的 我比最小的原子还要小 同时比最大的还更大 我是那整体 那多样的 多彩的 可爱又奇异的宇宙 我是那个古老的神 我是人 我是主 我是存心的存有 我就是神圣 制服的状态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请 Kate Kate请你从这边念 Hinduism agrees 面两段到这里 Universal perfected Hinduism agrees with psychoanalysis that if only we could dredge up portions of our individual conscious the third layer of our being we would experience a remarkable expansion of our powers a vivid freshen of life but if we could uncover something forgotten not only by ourselves but by humanity as a whole something that provides clues not simply to our individual personalities and queries but to all life and all existence what then would this not be momentous the call clearly is to retreat from the world's inconsequential panorama to the deep line casual zones of the psyche where the real problem real problems and answers line beyond this however Raja Yoga's response cannot be described quite as an answer to any articulated call rather it is a determined refusal to allow the peter-peter of daily existence to distract from the unknown demands of some waiting urgency within a kind of total strike against the terms of routine of routine prosegue prosegue existence the successful yogi succeeds in carrying life's problem to this plan of a new magnitude and their resolve in it the insides of such people will pretend not so much to passing personal and social predic predicaments as to the unquenchable source by which all peoples and societies are renewed for their inspiration will be drawn from direct contact with this primary spring embody their will remain individuals in spirit each will have become unspecific universal perfected thank you Kate 弊度教 跟心理分析师 的看法一样 认为 我们只要能够 挖掘出 第三层潜意识的部分 我们的能力 会有惊人的扩张 我们的生活 也会焕然一新 但是 如果我们可以 揭露 被自己 被全人类 遗忘的 那个第四层的部分 那个 不单单 是赋予我们 每一个人 不同的个性 和特点的 也是赋予所有 友情 以及所有 存在的 那个源头 那不是重大的 发泄吗 那么 很显然的 召唤我们 要做的 就是 要从花花绿绿的 世界中 隐退 回到心灵 最深之处 那真正的问题 和解答的源头 回到心灵 深处 就是 Raja Yoga 的号召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 其他的理由 他无宁是坚定地拒绝日常生活的纷扰 而将注意力转向内在那个破戒在等待的不知名需求 是与追求庸俗平凡的日子抗拒反抗的一种生活态度 成功的修行者 在这个层次面对的生命问题 也会在这里获得解答 得到的答案 不是在回答 人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 这种局部的问题 而解答的是 关于那富与所有人类和社会深深不息的灵感的那永不熄灭的念头 修行者实验成功的话 他们还是会保留个别的身体 但是在精神上 他们会成为无分别的和宇宙万物融合的完美存在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请敏华 敏华 敏华 请你从这里念 The Purpose of Raja Yoga 念这一段 一直到这里上面的 Control 没有 还有两行 到这个Experiment itself The Purpose of Raja Yoga is to demonstrate the validity of this fourfold estimate of the human self by leading the inquire to direct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e beyond that is within its method is wield introversion one of the classic implements of creative genius in any life of endeavor here carried to its logical turn its intent is to drive that psychic energy of the self to its deepest part to activate the lost continent of the true self risks are of course involved if the central is bungled at best considerable time will have been lost and at worst consciousness can disintegrate into psychosis rightly done however under a director who knows the terrain the yogi will be able to integrate the insights and experiences that come into view and will emerge with heightened self knowledge and greater self control with the hypothesis Raja Yoga proposes to test before us we are prepared to indicate the eight steps of the experiment itself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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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ja Yoga 的目的是 带领探索者 亲身的 验证 那个 内在的 无限 存在 进而证明 自我的 四个层面 修行的方法就是 有意识的 向内观察 这也是任何一种 行业的顶尖 创意者所用的 典型步骤 这里只不过是 合理的应用 其意图是将 自我的能量 驱测至 心灵 最深之处 以激活 那个被 遗忘的 真我 当然 这也是有 风险的 如果 实验失败了 最好的情况 并多是 修行者浪费了 很多的时间 最差的情况 有可能会 走火入魔 不过 方法正确的话 在一个导师的 引导下 修行者得以 结合修行 所得的洞察力 和经验 获取对自我 更敏锐的认识 以及自我控制 现在我们知道 Raja Yoga 要验证的 假设是什么 我们就要开始 来认识 Raja Yoga的 八个实验步骤 好 这里有没有 什么问题 老师你哪个词 发译成是 走火入魔 psychosis 就是精神分裂 谢谢 那下一位 我们就请 Ong Ong请你从这边念 1 and 2 直到这一大段念完 就可以 Success Condition for Success 1 and 2 1 and 2 2 concern the moral preliminaries with which all four yogas begin anyone who sits down to his to this task of self discovery discovers that destruction lie in weight 2 of the most obvious are boldly cravings and mentor in quietude just as concentration is about to begin in earnest the yogi may experience an urge for a cigarette or drink or drink of water or resentments envies and pains of conscious obtrude the first two steps of raja yoga seek to clear the field of such static and to lock the door against further intuitions the first involves the practice of 5 abstention from injury lying stealing sensuality and greed the second involves the practice of 5 observances clearness cleanliness contentment self-control studiousness and contemplation of the divine together they constitute the five finger exercises of the human spirits in anticipation of more intricate studies to come chinese and japanese officers who used to practice variations of raja yoga in buddhist monasteries with no religious interest whatsover simply to increase the mental clarity and vitality discovered that even in the case a certain amount of moral comportment was un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success yes thank you an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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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身体的欲望和心灵的不平静 一个人只要开始想要认真专注于修行 就会开始想要抽一根烟或是喝一口水 要不然就是各种怨恨嫉妒以及良心不安的念头会不断的出现 Raja Yoga的前两个步骤就是在清除这些杂念 而且防止它们出现 第一步包括五种戒律 不伤身不说谎不偷不赢以及不贪 第二步包括练习五种教规 整洁满足自治勤勉以及对神的冥想 合起来他们过程人类精神的五指操练的活动 以用于准备下一步更为复杂的探究 中国和日本光源灌常的在佛教寺庙内做类似的修炼 和信仰没有关系 只是单纯为了增加头脑的清晰度和活力 他们也发现要成功的修炼 也是需要有相当程度的道德行持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现在为我们请Patrick念 3-Rajayoga éf voting放大 против다면 statement 4-Rajayoga 3-Rajayoga 3-Rajayoga 4-Rajayoga 5-Rajayoga this is no small object for an untrained body cannot go for long without itching or frigid. each sensation is a bid for attention that distracts from the project at heart. the object of this third step is to exclude such distractions. to get brothers as Saint Francis called his body properly tethered and out of the way. what is that what is attempt is a bodily state midway between discomfort which rules losses and disturbs. and at the opposite pole a relaxation so complete that it sinks into drunkenness. the hindu discoveries for achieving this balance are called asanas, a word usually translated prosperous but which carries connotations of balance and ease.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at least some of these postures are now widely recognized. that the hindu text described 84 postures indicates extensive experimentation in the area, but only above five are considered important for medication. 謝謝Patrick 好 Raja yoga的确有针对身体的训练 但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训练心智 所以更精确的说法是透过训练身体来训练心智 除了让身体健康之外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当我们要让心智专注时训练身体不去干扰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没有经过训练的身体 过不了多久就会开始发痒或是想要扭动 每一个感受都在夺取我们的注意力 让我们不能专注的修炼 所以第三步的目标就是要去除这些干扰 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有讲到Saint Francis 那么因为我们都住在Saint Francisco附近 所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介绍这位很有名的圣人 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13世纪初的天主教徒 在很多的教堂里都会看到他的肖像 通常他会穿着一种咖啡色的身服 腰间细着麻绳的腰带 有小动物在身旁 或是在大自然的景象 Saint Francis出生在商人的家庭 他年轻的时候就是顽固子弟 很喜欢饮酒作乐 他20岁左右参加了一次军队的圆征 结果被俘虏了一年 后来又生了一场大病 这些让他重新的审视自己的生活 一步一步的让他悔改归正 他在26岁的时候 对世俗生活失去了兴趣 他切断了和家族的关系 放弃了财产 开始在意大利的Assisi这一带 帮助困苦无一的人整修教堂 或者模仿基督耶稣极度贫穷的乞讨生活 在生命中的最后三年 他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痛 一个很有名的记载是 有一次他进食祷告40天 求神赐他恩典 让他经历主受难的痛苦 并感受基督为世人神命的爱 在那一次他见到了天使 并获得了天使给他的礼物 在他的手足还有乐榜 都出现了基督苦难的标记 所以在一些肖像中 我们会看到他手上有圣痕 他死的时候才45岁 除了基督外 Saint Francis被认为是最能具体活出 登山宝训的福音见证人 他死后被封为圣人 方济慧就是Saint Francis的支派 他的特点是将所有的财物都捐给穷人 靠布施行起过生活 四处讲道 这些苦行僧对当时西欧的生活 产生非常惊认的影响 好 这就是Saint Francis Helen 请问一下 那个 Sisi有什么特别意思 还是一个地方名 它是地方的名字 在意大利中部那边 OK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再回来看 他说 这里在讲Saint Francis 我们第三步就是要将自己的身体 控制好 就像Saint Francis说的 将自己的Brother S 就是自己的身体 把它拴好 把它拉走 不要让它来干扰我们 这里要设法做到的是 让身体处于一种中间的状态 是介于不安稳 不舒服的提振精神 和完全放松到昏昏欲碎的 这两种状态之间 印度教称这一些状态叫做Asanas 这个字通常被翻译成知识 但是它有平衡和不费力的成分 在它的意识中 OK 这些知识 对身体和心理的好处 现在已经被广泛的承认了 印度教经文中有提到 多达84种知识 可见他们在这一方面 有做过多少的实验 虽然如此 对Meditation重要的知识只有五种 Meditation就是冥想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下一位是Rachel Rachel请你从这边念 One of these 然后到这里 Still an alert 好 谢谢 Of these The one that has proved most important is the world-renowned Lotus position in which the yogi sit ideally on a tiger skin symbolize energy overled with the deer skin symbolize calm with the leg crossed in such a way that each foot rests solely up on its oppositing thigh the spine the spine with allowance for its natural curvature is erect hands are placed palms up in the lap one atop the other with thumbs touching lightly the eyes may be closed or allowed to gaze and focus on the ground or floor people who undertake this position after their bodies have reached maturity find it's painful for it's imposed strain on the tendons which require months of conditioning to be accommodated when the position has been mastered however it is surprisingly comfortable and seems to place the mind in a state that conduces to meditation given that standing induce fatigue chairs invite slumping and reclining encourages sleep there may be no other position in which the body can remain for as long as a stretch both still and alert isa 謝謝 其中 被證實最重要的 就是世界知名的 莲花做事 修行者 雙腿盘坐 脚心朝上 理想是坐在象征力量的虎皮 以及象征安详的鹿皮上 脊髓 順應自然的曲度伸直 雙手 雙手 手心向上 大拇指 轻触重叠的放在腿上 雙眼 额上 或是轻轻的凝视地板 一般成熟人做这个姿势的时候 身体会觉得痛苦 因为这样会让肌腱紧绷 需要许多个月的练习 才能够适应过来 不过一旦将这个姿势掌握成功了 却又出乎意料的舒适 有利心灵的冥想 站立会令人疲劳 坐椅子会令人昏沉 而躺着会令人想睡 没有哪一种姿势比莲花做事 还更能让身体长时间的保持 既静止又警觉的状态了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请雅琳 雅琳请你从这边念 Number 4 Yodic Postures Number 5 小沙沙 尖川 Windless Case OK Four Y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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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ures Protect the meditator for disruptions from the body And it's static aspects But there remain bodily activities such as breathing The yogi must breathe but untrained breathing can shatter and minds repose newcomers to meditation are surprised by the extent to which unbridled unbridled breathing can unbridled breathing can intrude upon the task bronchiate bronchial irritation can congestions triggers cause and clearing of the throat each time the breeze sinks too low a deep sigh erupts erupts to shatter the spell nor are such obvious irregulators the irregularities the soul offenders through concentrated silence a normal breathe can rip like a cross cross cut sending the harsh shuffling flying the purpose of the raja yoga's fourth step is to prevent and such disruptions through the mastery of mastery of respiration the exercise prescribed toward this end are numerous and varied some some like learning learning to breathe in through one nostril and out through the other sound bizarre but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y may help the balance the brain to hemispheres on the hold the exercise work toward slowing the breathe evening evening it and reducing the amount of air required a typical exercise calls for breathing so gently across spooze down touching the nostril that's obvious observe cannot tell if air is moving in or out breathe suspens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body is most still when it is not breathing when for example the yogi is down a cycle of 16 counts inhaling 64 holding the 32 exhale there is an a straight during which animation is reduced to the pose the point that the mind seems disembodied there are cherished moments for the task at hand the light of lamp says the bhagava guitar does not flicker in the windless place 这里吗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好 你不想念了 我可以念了 很好 很好 对 这里有个字是 breath breath 是名词 就是 有很多呼吸 几个变化 breath 是 noun 名词 breath 是 动词 那 breeze 就是 微风 ok 好 所以说 这有点相似 我特别指出 来一下 四 与且姿势 能够保护修行者 静坐冥想时 不被身体状态干扰 但是身体的活动 还是需要进行的 例如呼吸 修行者需要呼吸 但是未经训练的呼吸 会破坏心灵的瓶颈 新手进行静坐的时候 会吃惊的发现 未经控制的呼吸 影响静坐的程度 呼吸气管的刺激 或是堵塞 会引起咳嗽 或是轻活龙的动作 呼吸太深 发出的叹气声 会打破冥想时的沉浸 类似这种明显的问题 还不止这些 在专注的静默中 正常的呼吸 都会格格不入的 打散激进的气氛 Raja Yoga的第四步 就是控制呼吸 以防止这类的干扰 这类的练习有很多种 有一些像是 从一个鼻孔吸气 从另一个鼻孔吐气 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也有研究显示 这样做可以帮助平衡左右脑 总体来说 这类的练习 都是让修行者减缓呼吸 平顺呼吸 以及减少所需的空气量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 练习将呼吸 调到非常轻微的程度 到额毛贴在鼻子外 旁人都看不出来 它是吸气 还是呼气的那样的轻微 憋气 憋气尤其的重要 因为憋气时身体是最静止的 举例来说 一个调气练习是 吸气数到16 憋气数到64 吐气数到32 当修行者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身体活动减低到 似乎灵魂离开了身体 这是修炼时很可贵的时刻 巴高巴吉塔说 烛火是不会在无风的地方闪动的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那下一位我们就请Angie Angie请你念 5 Compost 一只念到下一页的这里 Turn the spotlight inward 在创高峰 Compost Body At Ease It's breathing regular The yogi sits absorbed In Contemplation Suddenly A door creaks The silver of the moonlight Shimmer Shimmers On the ground Ahead A mosquito Wings And He's back in the world Restless The mind is So strongly Shaken In the grip Of the senses True Truly I think The wind Is No Wilder The sense Turn outward As bridges To The Psych Physical world They are Invaluable But the yogi Is thinking Something Els On the track Of more Interesting prey The interior Inniverse In which According to reports Is to be found The final Secret Of life's Mystery The yogi Wan No Sense Bombardment Fascinating In its own way The outer world Has noth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present task For the yogi Is tracking The underpinning Of life's Paket Behind Is physical Front Where we Experience The play Of life And death The yogi Seeks a deeper Life That knows No death Is there Beneath Our service Accounting of object and things A dimension Of awareness That is different Not just in degree But in kind The yogi Is testing A hypothesis That the deepest truth That the deepest truth Is open only to Those who turn Their Attention inward And in its experiment The physical senses Can be nothing But busybodies The sense turned outward Observe the To punish it People therefore Look forward What is outside And see Not the inward being They are The wise Who shut their eyes To outward things And behold The glory Of the atom With them 500 years Later The Bhagavad Gita Repeat That refrain Only that yogi Whose joy Is inward Inward His peace And his vision Inward She'll come to Brahman And No Nivana It i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Millennial Postulate That Mahata Gandy Proposed To our Ex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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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 Century Turn the spotlight Inward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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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word And Passade And This And Why 為什麼 明明是CA 為什麼是Facade 這是外國的一個字 通常有一個小勾勾在下面 那就是建築的門面 就是怎樣講 你從外面看到的那個 就是譬如說大門啊 通常就是譬如說 女進的門口 或者是這種 就是前面的部分 這樣子 好 Facade 從容成拙 我在這邊 從容成拙 身體輕鬆自在 呼吸均勻 修行者 坐在 坐著 清潤的 清潤在冥想中 突然間 嘎吱的開門聲 地上角白的月光 蚊子在萦繞 他就被拉回這個世界了 心靈是不安定的 被感官緊緊的抓著 那麼強力的被搖動 我真的認為 風都沒有這麼狂野 感官是對著外界的 作為我們與物質世界的橋樑 感官的作用是無可取代的 但是修行者尋找的目標 不在物質世界 他尋找的是更有趣的獵物 他尋找的是那個解答 生命最終秘密的內在宇宙 他不要感官的轰擊的干擾 外在世界自有他的魅力 但是對於修行者的修煉是沒有用的 修行者在追尋的是 生命表象背後的指甲 就是在講什麼 Underpinning of life's facade 就是生命的表象後面的指甲 在那個經歷著生與死的身躯背後 修行者在尋找那個 超越死亡的更深層的存在 我們的意識除了了解事物的這種層面 是否還有在程度上和種類上不同的層面呢 修行者 修行者在檢定的假設是 最深奧的真理 只有對 只對那一些專注於內在的人開放 在這個實驗當中 身體的感官 只不過是惹是生非的臭皮囊巴了 歐巴尼莎中有說 感官是對外的 人們因此關注於外界而看不到內在的存在 有智慧的人 關閉對外關注的眼睛 而看得見內心的阿满 這樣的人非常罕見 五百年後 Vaggava Gita也這樣的重述 只有內在的喜悦 只有那內在的喜悦 內心的平和 觀向內心的於且行者 得以體正Brahman 了悟涅槃 Nirvana就是涅槃 甘地正是以這一種 年延三千年的預設為例 背景 向這外向的事蹟的人們提出 將關注的焦點轉向內心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請Melinda 請你從這邊唸 The Final Transitional Step 唸完這一大段 其他事情 OK The Final Transitional Step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ng this turn from the external to the internal world is to close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for only so can see the clutter of the world's boiler factory be effectively shut out that it can be done and without bodily multilation mut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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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a common experience a man cows his wife to remind her that they should live for social engagement five minutes later she insists that she did not hear him he insists that she must have heard him for he was in the adjoining room and spoke distin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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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is right it is a matter of definition if hearing means that sound vaves of sufficient amplitude amplitude beat unhealthy eardrums she heard if it means that they were noticed she did not there is nothing esot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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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such occurrences their explanation is simply concentrations the woman was at her computer and deeply engrossed similarly there is no catch in this fifth step in raja yoga it seeks to carry the yoji beyond the point that the wife had reached first by turning concentrations from a chance occurrence into a power that is controlled and second by raising the talent to a point where drumbees in can escape notice the technique though is identical concentration on one thing excluses other things 好 謝謝 Melinda 這個由外轉向內的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將感官之門關閉 這樣才能夠將那個像氣鍋工廠一樣嘈雜的世界有效的封閉在外面我們是能夠不用割除身體的感官來達成這個目的的 好 就是我們不用各種身體的感官來達成這個目的而且這也是還蠻尋常的經驗 在 丈夫提醒太太他們要去參加宴會 五分鐘後太太堅持她沒有聽到 先生也堅持太太一定有聽到 因為她在隔壁房間講得很大聲 誰對呢 那就要看怎麼解釋了 如果有聽到的意思是有足夠的頻率的聲波撞擊在耳骨上 那麼太太是聽見了 如果是指讓她有注意到 那麼太太沒有聽見 這個現象並沒有什麼深奧難懂之處 只是注意力的問題 這位太太正專心的看著電腦 同樣的 Raja Yoga的第五步也沒有不為人知的困難點 這一步的練習是為了達到像這位太太一樣的境界 先是將專注力從偶發情況變成操控自如的能力 其次將這項本領修煉成即使在同一個房間裡有打鼓的聲音 你都可以聽不見 技巧是一樣的 就是專注於一件事情 而把其他的干擾都排除掉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沒有哪一位同學可以唸 但是我還沒找到的 沒有的話那我們就再重來開始 那就請B 請你開始唸6 一直唸到 下一頁的上面B Done OK And last The yogi is alone with his mind The five steps enumerated thus far All point to this eventuality One by one The intrusions of cravings The troubled conscious The body, breath and the senses The senses have been stopped The battle is not yet won At close quarters It is just beginning For the mind's fierce And the Godness itself Along with itself It still shows not the slightest inclination To settle down To settle down Or obey Memories Anticipations Daydreams Chance of Reveries Held together By the Flimest Most unexpected things Imaginable Clothes Inform On all sides Causing the mind To ripple like a lake beneath the breeze Alive with ever-changing Self-shattering reflections Left to itself The mind never stays still Smooth as a mirror Crystal clear Reflecting the sun of all life In perfect replica For such a condition to prevail It is not Enough that entering Reverlies By demands This The five preceding steps Effectively accomplished There remain Lake bottom streams To be stopped And the fantasies To be curved Obviously Much remains To be done Thank you Thank you B 第六 戰爭還沒有打贏 雖然接近了 但是現在 才真正的開始要打仗 因為心智最可怕的敵人就是心智本身 Antagonist Antagonist 就是敵人 即使 與自身獨處了 心靈也絲毫沒有想要安靜或是順服的意思 回憶 回憶 期望 白日夢 聯想成串的出現在腦海中 面頭不斷的四面八方席卷而來 我們的心智像是風吹過的湖水 連一一個接著一個的打散那個倒影 讓它變成變形落區 無受干擾的心智是不斷變化的 是一面無瑕的鏡子 清澈的反射出生命的太陽所呈現的一切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 我們要做到的不單只是將流進心湖的小溪流堵住 那只是前面五個步驟在做的事情 湖底深處冒出的水源也需要止住 幻想需要抑止住 很顯然的需要做的還很多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下一位做請對 對請你轉這邊念 or switch 不知道 這裡 out of hand or switch the metaphor to one that's the ring the emotions of the average mind say the Hindus are about as orderly as those of a crazed monkey caverting about its cage they more like the prancing of a drunk crazed monkey even so we have not conveyed its restlessness the mind is like a drunken crazed monkey the mind is like a drunken crazed monkey that has San Vitus dance to do justice to our sin however we must go to a final step the mind is like a drunken crazed monkey with same vitus dance who has just been stung by a wasp few who have serious try to meditate will find this metaphor extreme the trouble with the advice to leave your mind alone is the unimpressive spectacle that remains i tell my hand to rise and it obeys i tell my mind to be still and it marks my command how long can the average mind think about one thing one thing only without sleeping first into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that thing and talking and taking off from there on a senseless chain of irrelevances about three and a half seconds psychologists tell us like a ping pong ball the mind will alight where its owner directed but only to take off immediately on a jittery flight of staccato bounces that are completely out of hand 謝謝可以 好 來另一個比方 一個沒有那麼寧靜的比方 印度教說 我們一般人心智騷動的程度 就像是一隻發狂的猴子 在籠子裡面亂跳那樣 不 是像一隻喝醉酒的發狂的猴子 這樣的形容 還不夠貼切的形容 那騷動的程度 是像一隻喝醉酒的發狂的 而且得勒散 e to stance的猴子 這是一種肢體 和臉部肌肉 都會不自主的抽動的一種疾病 為了正確的描述我們想要表達的 我們還需要更進一步 一般人的心智就像是 喝醉酒的發狂的猴子 得了sanditus dance的病 而且還被大黃蜂叮了 那樣的騷動的程度 有認真去嘗試靜坐的人 很少會覺得這樣的形容 會過分 讓你的心靈獨處 這一類勸言的問題就在於 那樣做心思紛亂的情況依舊 不會改善 我叫我的手舉起來 他就舉起來 我叫我的心安靜 他卻嘲笑我的命令 一般人專心的想 單獨一件事情能夠持續多久呢 而不開始想 自己在想那一件事情 然後又被一連串 無意義又不相干的思路帶著跑呢 心理學家說是3.5秒 我們的心像乒乓球一樣 一開始會往我們想要的方向去 但是馬上就會不受控制的到處彈跳 好 這裡有什麼問題 好 下一位我們就請Dr.Yu Wang 從這邊 What if the mind 一直到下面這邊 Highest state Dr.Yu Wang OK What if the mind could be turned from a ping pong ball into a lump of dough which when slow stick through a wall until deliberately would not its power increase if it could be thus held in focus Would not its strength be compounded like the strength of a light bulb which reigns by reflectors A normal mind can be held to a reasonable extent by the world's object A psychotic mind cannot slip at once into uncontrollable fantasies What if a third condition of mind could be developed as much above the normal mind as the psychotic mind below it a condition in which the mind could be induced to focus protract on an object to fathom it deeply This is the aim of concentration the sixth step of Raja Yoga An elephant's trunk that swayed to and fro as the elephant walks and reaches out for objects on either side will settle down if it is given an arm wall to hold The purpose of concentration is to the purpose of concentration is comparable to teach the rest less mind to hold unswervingly to the object it is direct to When all the senses are stilled when the mind is at rest when the intellectual waivers not that say the wise is the highest state thank you thank you yi wang if we can let our heart into a wall into a wall if our heart will increase our power will be as the light of the light of the light the one of the yi Raja Yoga的第六步 大象走路时 鼻子会左右的摇摆 看到身边的东西 也会伸出鼻子去抓 但是如果给他一颗铁球握住 他就会定下来 专注的目的也是一样的 要教导骚动不安的心 让他抓住指定的对象 不再摇摆不定 当所有的知觉都静止了 当心平静了 当理智不再动摇 指着说 那就是最高的境界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下一位我们请Kate Kate请我从这边念 The method proposed 念两段到这边 Is in us 好的 The method proposed for reaching this state Is not exotic Only arduous One begins by relaxing the mind To allow thoughts that need release To exorcise themselves from the subconscious Then one select something to concentrate on The glowing tip of a joystick The tip of one's nose An imagined sea of infinite light The object does not match matter And practices keeping the mind on the object Until success increases Seven The last two steps are stages in which This process of concentration Regressively depends In the preceding step The mind was brought to the point Where it flows steadily toward the subject But it did not lose consciousness of itself As an object distinct from the one it was focusing on In this seventh step In which concentration deepens into meditation The union between the two is tightened To the point where separateness vanishes The subject and object are completely merged So that a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 As disappeared altogether In this moment The duality of a knower and the known Is resolved into a perfect unity In the words of Shirley The perceiving self merges in the self-perceived At the moment We Anihilate Time And the duration of time We are no longer in time But time Or Whether Eternity of self Is in us Thank you Kat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要达到这个境界的方法并不奇特 不过是艰难的 揪行者开始先放松心灵 让那些需要被释放的念头 从潜意识驱走 接着 他选定一样东西来集中心思去专注 一直点燃的香火 自己的鼻尖 脑海中无限光亮的海洋 是什么是无关紧要 目的是要练习 把心灵保持专注在目标上 直到成效不断增加 好 第七 最后的两个步骤 是让这个专注力进阶深化的阶段 在前一个步骤 修行者可以将心持续而稳定地专注于一个对象 但是 关注者没有失去自身与专注对象是分开的个体的意识 在第七步 修行者更深入地投入专注冥想 到专注者与专注物 两者紧密结合 分别均会消失 主客体完全合而为一 而使得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完全的消失 此刻 知者与所知的二元性消融变成完美的结合 用Shielding的话来说 观察的自我与观察的对象结合 这一时刻 时间和时间的持续性被消灭 我们不再置身于时间之中 而是时间或是说永恒在我们之内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下一位我们请 on on it 这里念到下面 without an name eight there remains the final climatic state for which the Sanskrit word Samadhi should be retained etymologically some parallels the Greek prefix Syn as in synthesis synopsis and syndrome it means together with Adi in Sanskrit is usually translated Lord paralleling the Hebrew word for Lord in the Old Testament Adon or Adonai Samadhi then names the state in which the human mind is completely absorbed in God in the seventh step that of meditation concentration had deepen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self drop out of sight entirely all attention being reveted on the object beknown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amadhi is that all of the objects form forms fall away for forms are limiting boundaries to be one from others must be excluded and what is to be known in Raja Yoga's finest stage is without limits the mind continues to think if that's the right word but of nothing nothing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at it is thinking of nothing that it is a total blank it has preferred perfected the paradox of seeing the individual it is filled with that which is separated from all qualities neither this no that without form without a name 好 谢谢 on 谢谢 他说 it has perfected the paradox of seeing the invisible paradox 就是一个 吊诡 你怎么可以看到 看不见的呢 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个 这一段 剩下的 最 这个最终的 最高的境界 应该是用 凡文的 Samadhi 来描述 同学们 可以想一想 这是不是佛教里面说的三摩地 按字元来说 Sam和希腊文的Syn 是同样的用法的 有与之一起的意思 像是Synthesis 综合不同的想法的 出来的理论 Synopsis 文章的概要 纲要 还有Syndrome 一些症状的组合 所以有综合 整合的意思 Adi 在凡文里 是神 或是主的意思 和希伯来语的 旧约里的 Adon 或是Adonai 也是一样 是主的意思 因此 Samadhi 是指 人的心灵 完全的 融入于 神的状态 在第七步 冥想的时候 修行者的 专注力 深入到 自我完全 消失不见的 几地步 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 所知的 对象上 这个境界的 特征是 所有的形象 皆消失 形象是 具有限制的 有界限的 要成立一个形象 就必须排除 其他的形象 而 Raja Yoga 最终极的 阶段 的所知 是 没有限制的 心灵 继续的 思想 如果可以 那样 形容的话 但是 没有 对象 这并不是说 他什么都不想 不是 完全 空白 而是 完满的 实现 一个 吊诡 就是 看见了 那不可见的 这是 充满 修行者的 是 与 所有的 特性 分离的 既不是 这个 又不是 那个 没有形象 没有名字 的 存有 这里 有没有 什么问题 请问老师 那个 Samanthi是 佛教的 那种 空性吗 对 这个 我不知道 因为 我的修行 不够深 不过 同学们 可以 等一下 讨论一下 好 还有没有 什么问题 好 那我们 把最后 两段 念完 然后我们 就可以 讨论一下 好 下一段 一小段 请宁华 唱这边念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到这里 上面 That thou art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from Lord Kevin's assertion that he could not imagine anything of which he could not construct a mechanical model by that model in which the knower is united with what is known the knower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knowledge of total being and for a spell being dissolved into it that which the experiment was decided to taste has been determined the yogi has attained to the insight that verily that thou ar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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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rd Colvin is 19 世纪 末 20 世纪 初的 一位 英国 数学家 物理学家 以及 工程师 他说 没有什么 是无法用 机械模型 建造出来的 东西 那我们 知道 那样的 断言 是因为 他有 不了解的 地方 那知者 与所知 合而为 一的 模式 知者 领悟到 完整 存在的 意义 并融入 在其中 实验的 假设 被证实 修行者 得到了 洞见 比 真实的 如极比 这个 有点难翻译 好 这有没有 什么问题 好 最后一小段 我们就请Patrick 从这里 我们有 传统 四 Yogas 一 到下 三 三 DEDS POWER We have presented the four yogas as alternatives, but to conclude with the point that was made at the start, Hinduism does not consider them as exclusive of one another. No individual is solely reflective, emotional, active, or experimental, and different life situations called for different resources to be brought into play. Most people will, on the whole, find travel on one road more satisfactory than on others, and will consequently tend to keep close to it. But Hinduism encourages people to test offer and combine them as best suits their needs. The major division is between jhana and bhakti, the reflective and the emotional types. We have seen that work can be adapted to either of these modes, and some medication is valuable in any case. The normal pattern, therefore, will be for individuals to kiss their religion in either a philosophical or devotional mode, adapt their work to the one that is chosen,and medicate to whatever extent is practicable. We read in the Bhagavad Gita that some realize the Atman through contemplation. Some realize the Atman philosophically. Others realize it by following the yoga of right action. Others worship God as their teachers have taught them. If these faithfully practice what they have learned,they will pass beyond death power. Thank you Patrick. 我們介紹了四種yoga可供大家做選擇, 但是結論還是跟之前說的是一樣的。 印度教徒認為這四種yoga是彼此不相容的。 沒有人是只會內行的,或是只用情感的,或是只會活動的,或是只會實驗的。 反而是,不同的資源會依不同的生命情況而發揮的運用。 一般來說,大部分的人會比較相應其中的一種方式,而比較常選擇用每一種做法。 但是印度教鼓勵人們所有的修行方法都試試看, 並且依著自己的情況和需求結合運用。 主要的區分在於Jnana Yoga反省者和Bhakti Yoga情感的,有比較大的不同。 我們看到了Karma Yoga的工作可以運用在反省的人,也可以運用在情感的人上。 而冥想對其他的修行者也非常有幫助。 因此,一般人會以哲學思維或是崇拜神的方式來詮釋自己的信仰。 將自己的信仰融入在自己的工作當中,然後有時間的話做冥想的練習。 我們在讀Bhagavadita中,有讀到,有的人通過冥想實現了Athman, 有的人以哲學思維的方式實現了Athman。 有人以正確的行為體現,又有一些人如他們導師教他們的那樣崇拜神。 如果這些人忠誠地修煉所學,他們會超越死亡的威力。 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我們終於把Rajjah Yoga的這個部分念完了。 剛才同學們對這個Samadhi有一些疑問。 有沒有同學比較了解的可以給我們發表意見? Dave有沒有什麼看法? 我讀到這一段,就是覺得這個史醫師教授真的是非常厲害。 這個是我見過的三摩地。 這個就是我們佛法裡講的三摩地。 但是他這個用字根來,泛語的字根來分析。 所以對這個三摩地這個,就講得非常清楚明白。 所以三摩地的意思就是達到了這個最高的境界的意思。 那在佛法裡面講三摩地,我見過很多,但是都不是很清楚。 那甚至像那個,我用華炎經嗎?我記得。 我以前讀廣論的時候,有一次讀到去查華炎經。 華炎經裡面列出來上百種各式各樣不同名字的三摩地。 所以就很難了解到是講什麼。 不過我們就了解這個三摩地就是,就是修行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那對印度教來說,這個最高境界就是虛榜。 比這個神合一嘛,他從頭開始都這樣講,那個也叫做三摩地,是一樣的意思。 好,以上。 好,謝謝對。 恩你說。 那個三摩地也可以稱為三妹,那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入定。 好,以上。 好,好。 謝謝恩。 然後他有在這裡在講說,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amadhi is that all of the objects forms fall away. 這個,就是有點難形容。 如果真的沒有親身體驗的話, 真的不知道那個境界到底是什麼。 所以真的有點難。 就是與神合一。 就是與這個, 宇宙萬物的這個, 你說神不是這個有形象的神。 你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力量, 融入在其中。 你想,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真的是, 真的很難形容。 是。 不過印度教裡面講那個, 他們的神就是虛法, 他是沒有形象的。 對, 是這樣講, 而且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 那麼這個跟佛法裡面講那個, 叫做無相。 就是, 就是無相的意思。 然後是, 也是說這個不能用言語形容。 這都是一致的。 這個教法的教理都是一致的。 對, 然後他這裡又有在講這個。 這個代表我看不到。 The mind continues to think, but of no thing。 然後這句我在想說, 那這是空嗎? 就是因為我們在讀著好多空嗎? 特別心經裡面好多。 是的, 就佛法來說, 佛法稱這個最高的境界, 就叫做空。 對, 但是印度教不是這樣稱的, 印度教稱是與這個, 與虛吧, 與他的, 與他的神合一的意思, 對。 這是空和有的區別。 印度教是講有。 所以, 那佛法說那個是空。 那我們想像那個, 它是無形象的, 你也不知道, 看不到它聽聞。 也可以說它是空。 這是佛法的看法是空的。 那個noting是, 佛家是稱為清涼。 你在說哪一個字? 清涼, 哪一個字? 就是它說, 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是清涼。 就是你入定到一個程度, 你身體會很清飄飄的, 然後有那種清涼的感覺。 不過那個要訓練好多久, 就是你從比較少的分秒開, 就是時間開始, 然後累積累積, 到某一個程度, 尤其是如果你靜坐, 至少八個鐘頭的話, 你就可以, 我是有一次達到這樣子啦。 因為我, 我老師他就是一年一次, 在新加坡那個, 印度教的節日, 就是, 是公共假期, 那每一年在十一月底的時候, 然後, 我們都要靜坐一整天, 從早上七點半到五點半。 那你坐到下午, 中間就有一小餐的, 就是, 就是稀飯這樣子,很, 就是, 清淡的稀飯, 然後, 你坐坐坐, 再回去坐, 不可以講話, 一整天都不可以講話, 除了, 你可以去上廁所需要的話, 然後, 你到下午做到, 你就整個身體就覺得很清涼了, 那, 有的人會, 我覺得現在不適合講我的感受啦, 不過, 你就可以感覺到, 就是要, 而且, 如果你經驗累積了, 不需要到八個鐘頭, 很快你就可以感覺到那個清涼的程度。 好, 以上。 好, 謝謝歐的分享。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 看到什麼是你覺得, 嗯, 特別的, 這個, 你覺得很特別的部分。 我跟同學分享, 我在看的時候呢, 這一句話讓我非常的, 印象深刻。 好, 他在講, 嗯, 他在講說什麼呢? 就是我們已經排除了所有的概念, 感到嘛, 對, 那, 但是呢, 這個, 頭腦, 很多幻想啊, 或是什麼的, 都,都可能會進來這樣子的。 他在講這個, left to itself, the mind never stays still. 我們自然狀態的, 我們自然狀態的, 的心智, 它是, 它是一直不斷變化的, 但是呢, 它是smooth as a mirror, 是能夠清楚的反射出, 反射出什麼呢? 我不知道, Crystal clear, 我們常在形容說, 我們的心要, 就是布滿了灰塵這樣子, 但是, 心的本質是Crystal clear, reflecting the sun of all life in perfect replica, 如果能夠, 就是這個, 就是, 這個, 景象呢, 在我的心中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說, 喔, 這個清淨的, 心靈, 應該是要這樣子的, 能夠清楚的, 不扭曲的, 反射出, 現實, 對, 但是呢, 我們平常就是因為太多的, 就是煩惱啊, 或是干擾呢, 我們都, 我們的心智的湖水呢, 就很多的, 就是被, 很容易的被微風, 就是有吹起很多的涟漪, 那這個涟漪就是會, 會造成這個湖面上的很多的, 就是會扭曲這個, 這個反射這樣子, 這個, 這個, 這個景象對我來講, 很像非常的深刻, 對, 跟同學們更像, 所以說, 當我, 當日常生活當中, 有煩惱, 升起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就會想到, 我心裡的那個湖水, 哇, 又開始波濤洶湧了, 然後想說, 那怎麼, 怎麼能夠把它, 平靜下來呢? 對, 他在, 他在教我們, 怎麼把它平靜下來, 真的是不容易做到, 是, 然後另外就是, 我在想到說, 他在講說, 那個專注的程度啊, 專注的程度,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去像說, 一團麵團這樣子, 你把它, 放在什麼地方, 那它就一直放在, 就是, 我們的專注力就一直在那個上面, 可以非常非常的深入, 哇, 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多好啊, 我也, 我也想要有這樣的能力, 是, 我想世間上面, 有很大的成就的, 這些人, 嗯, 不管是, 你說在企業界啊, 或者是在, 在, 在做任何事情, 或藝術家, 或者是什麼, 作者, 他們都一定是有這樣子的, 非常, 嗯, 非常高度的專注力的, 能夠做一件事情, 非常的持久, 然後, 這個, 嗯, 洞察力也很深入, 這個, 這真是一個, 非常powerful的一個能力, 我真的非常的需求, 嗯, 同學們, 怎麼會想, 想要有這樣子的能力? 現在歐美的人很流行禪修, 就是所謂, Mindfulness Training, 嗯, 他們的目的就是這個, 就是打坐禪修, 確實是能夠訓練你的這個專注力, 然後可以訓練你的這個創造能力, 嗯, 對, 我們矽谷最有名的例子就是Steve Jobs, 聽說他是二三十歲就開始到日本去塵修, 然後他每天早上一定打坐半個小時, 嗯, 你說的是誰? 哦, 就是蘋果的創辦人Jobs, Steve Jobs, 哦,Steve Jobs, 哦, 對, 他修的是日本塵, 那個年代, 六七十年代, 日本的塵在美國非常流行的, 嗯, OK, 我看到有一點就是, 就是不知道我們同學有沒有人現在在, 在打坐是用修習法的話, 如果是的話可以詳細看一下46頁前面三, 前面這個, 第四行這裡, 這裡史密斯教授講了一個那個熟習的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是一個秘訣, 一般的這個, 一般交打坐的道場很少會交這樣的秘訣, 那現在在用修習法的同學可以試一試看, 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效的方法, 嗯, 對, 就是說要注意呼跟吸之間那個停下來的階段, 對, 我們稱作住氣, 我們不用, 不是說憋氣, 是住氣, 就是吸氣之後, 然後停止呼吸, 然後這個時間要訓練到越長越好, 然後再開始呼氣, 那史密斯教授就是講這個方法, 嗯, 對, 對, 您有在練習這個嗎? 有, 我有用過這個方法, 對, 然後我有看到台灣因為非常有修行的這個法師, 他他就是教這個方法, 對, 我不是他教的, 對, 我是練功夫的時候自己摸出來摸出來, 對, 所以很surprise看到史密斯教授也知道這個方法, 然後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或者現在在修屬西法, 或將來在修的話, 都可以試試看, 謝謝, 請問哈, 這個, 十六, 六十四, 三十二, 其實是指這個間隔的大概的倍數, 也就是說, 西如果是一, 住的話是四, 然後呼的話是二, 那你是不是, 所及, 你, 你把一定, 你, 你的長短, 對, 就是長短, 對, 一般呼氣一定比吸氣長啊, 但是一般人很少知道說在吸跟呼之間要停一段時間了, 對, 然後你要訓練自己慢慢把這個停的是, 住氣的時間, 越長越好啊, 那這個作用就是他下面這裡有講嘛, 就是在, 在這個住氣的時候, 然後沒有, 沒有呼吸的時候身體是非常的平靜, 然後也不會, 雜念也很少, 對, 也不會有什麼雜念。 這種練習的方法有沒有名字的? 好像沒有啊, 對, 因為很少人在公開的場合講這個方法, 所以我說好像是一個秘訣一樣這樣, 譬如說法五三都是教人家用屬吸法, 但是他們, 但是他們在公開的, 屬吸法就是這個呢? 對, 這是屬吸法, 對, 但是他一般都是叫你, 或者屬, 一般都是叫你屬呼氣, 對, 但是不會教你說要住氣, 對, 我記得南淮景, 南淮景先生有講一下這個方法, 但是也沒有講得這麼清楚就是, 反正這是, 這位教授作者, 不知道他從哪裡知道這個秘訣, 他是講得蠻清楚的, 是, 而且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可以試試, 然後也可以去問一下自己的老師, 或者, 自己的陳修老師, 或者陳修老師是在私下會教這些方法, 教這樣的秘訣, 這樣子。 請問你叫什麼大名? 對不起, 剛才那位先生的大名是什麼? 你說我的名字, 我叫Dave, Dave, 謝謝, 但是我不是法師, 我只是講我個人的經驗, 各位參考, 我不能教你, 對不起, 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知道這一點, 知道這個訣竅, 將來碰到了, 可以研解, 可以試試。 請問Dave同學, 像這種屬席法, 大概要訓練多久啊, 因為我覺得我都沒辦法撐那麼久, 厚得沒辦法撐那麼久。 他講的是抗給人太長了, 對, 對, 你就是依自己的需要, 這個, 依自己也需要慢慢來, 對。 OK, 好, 謝謝, 都覺得快要窒息了, 對, 你重點就是要注意, 要留意這個鑄氣的階段, 對, 慢慢訓練自己, 鑄氣越來越長, 最好, 對。 呼吸當然要慢慢練, 練得比較深, 就是護士呼吸嘛, 要練到很深, 很長, 對。 會不會躺下來比較容易, 幫助啊, 但是以後會不會, 不可以躺下來, 躺下來一定會睡著, 打坐一定要, 打坐一定要盤腿做, 能夠盤腿最好是盤腿。 那單盤雙盤都沒關係吧? 怎麼盤腿沒有關係? 對, 我們身體都有限制嘛, 很多人但是沒有辦法雙盤, 能夠雙盤的人不多嘛, 單盤也可以, 或者就自然的, 自然的做就可以了, 對, 是的, 對。 這個裡面的道理, 這個裡面的道理我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身體裡的內氣啊, 是從腎臟發出來的, 這是我以前看到一位禪修老師的著作講的, 這個身體的內氣是由腎臟發動的, 你坐下來盤住腿的時候, 就會刺激到腎臟, 是最有利於這個氣的發動的做法。 所以這個作者教授在後面也有講, 說這個Lotus Position是這個打坐最好的方式。 我以為打坐是因為他們說什麼大周天, 小周天的那種理論。 呃, 那個是道家人說吧, 對, 也是有道理啊, 對, 也是, 也是可以的,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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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同學分享很多, 同學們會覺得說, 這個, 這種練習, 從第一步到第八步, 對, 第一步到第八步, 就是, 會不會很難, 會不會, 然後就覺得這可行性, 自己, 自己想想, 所以自己會, 有辦法做得到嗎? 我覺得我可能做不到, 光要讓思,思,思,思去在Meditation的時候可以, 不被外來的事物干擾而阻斷, 就很難了, 我嘗試過, 然後, 每次, 書上是說三秒半, 但是我覺得我撐不到三秒半耶, 嗯, 嗯, 就覺得你, 奇怪, 你平常都沒有在想這些事情, 只要你一坐下來, 冥想這些事情全部來找你了, 嗯, 啊, 真的好難喔, 這個怎麼斷這些, 世間煩惱的這些, 雜訊那種感覺, 一直有干擾的感覺, 我覺得好難喔, 嗯, 嗯, 不過我還在努力, 我也看了另外一個, 他也是教一點心靈成長的老師, 他可能比較沒有, 還沒有那麼大的名氣, 不過他有時候就會叫, 叫你反而去專注去想一件事情, 用力的想他, 或者是把想的這件事情去 benefit 到另外一個人, 嗯, 嗯, 用這種方式, 轉移你的主體的方式去冥想, 是, 對, 是西蘭基的真實, 有一個建議啊, 就是說, 你不要把它當成很難, 把這個難的念頭放掉, 然後複習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複習的話呢, 你不要認為複習難, 而是要認為複習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你複習是一個非常自然就會做到的事情, 那你複這個, 你要數到16也可以, 你就數到1都可以, 那你這個柱的時候呢, 就要數到4, 如果是複是1, 那柱的話就是4, 呼的話就是2, 那你從142這個節奏, 然後再下了你變成2, 8, 4, 就是逐漸的增加, 這樣子的話, 就從簡單的開始做, 那就會比較容易,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廚藝王, 幫我們說, 對, 以前我剛開始學靜坐的時候, 大概是1992年吧, 30年前, 這樣那位老師是說, 給我們一個功課, 每天早上4點起來靜坐, 然後你可以從比較小的時間到比較長的時間, 那我就問他說為什麼要4點, 他說那個是宇宙的時間, 跟宇宙最能夠溝通的, 然後有後來過了不久, 我就每天這樣做啦, 我那時候還有去普通上班, 就是7點半就要出門, 然後去公司上班, 這樣後來有, 我就為了那個一個怎麼講, business trip到巴黎島, 就是印尼巴黎島, 那那邊有很多回教徒嗎? 這樣, 那時候我每天, 那時候我已經不用做那個功課, 已經做完了, 這樣, 就在一個印尼人的家裡住, 然後, 原來他們真的4點鐘都要起來, 就是祈禱啦, 那些回教徒, 呃, 裡面有一些故事啦, 不過我長話短說, 所以可能是真的是4點, 如果你真的要, 比較有靈修方面, 就是進展快的話, 那你可以試試看4點鐘, 呃, AM起來, 那還有第二點就是說, 那個屬席呢, 呃, 要要學這些東西, 其實我們西谷裡面有, 呃, 我是以, 我是有去那個太古金色, 那邊有法師專教的, 所以比較不會走火入魔, 好, 以上分享, 如果想要學金座, 可以去太古金色, 那邊教的蠻好的, 嗯, 謝謝, 謝謝, 哦, 有沒有其他同學要分享的? 有, 我們現在讀了4種的優告, 你們有沒有覺得, 所以自己比較, 覺得哪一個, 有, 你自己比較屬於是, 嗯, 哪一個對你來講, 比較相應, 可以願意分享的嗎? 第四, 比較像財重的, 或者是你, 你會覺得說, 哇,哪一個很難, 但是哪一個比較簡單? 有沒有同學願意分享的? 嗯, 對你覺得比較屬於是哪一種? 呃, 我的話, 我當然是, 我自己是成宗, 當然都是, 呃, 就是像, 像奥講的, 第四種, 那第二種, 第二種就是這個, 巴克提優格, 印度教這個巴克提優格, 呃, 讀了這本書之後, 知道說, 他跟我們, 呃, 漢傳佛法的淨土宗啊, 就是念佛的, 是很, 念阿彌陀佛的淨土宗, 是看起來是很類似的, 那第三種, 那個, 這個, 卡瑪優格, 讀起來, 好像, 我覺得好像就像菩薩道一樣, 我們大聖, 就是大聖佛法講的菩薩道, 類似, 有點像, 像譬如說我們現在那個, 臺灣的詞記, 有點類似, 是不是? 嗯, 對, 對, 那第一種的話, 應該就是讀教理的, 大家知道聽過這個名字, 像什麼中關啊, 維斯啊, 專門讀教理的, 那麼在藏傳佛法裡面, 像中科巴大師格魯派, 他們就是讀這個教理, 讀得非常精通的, 依據這個哲學的思考, 思維, 來做修行, 嗯, 讀完這四種類比一下, 佛法這邊大概是這樣想的, 對, 謝謝Dave的補充, 對, 哪裡? 那其他同學呢? 其他同學有沒有想要分享的? 對, 你們會覺得說, Karma Yoga, 在講到的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嗯, 我其實在福祉, 也沒有說算是太久, 但是我, 我覺得福祉裡面, 講了很多的這個, 這個業力的事情啊, 就是, 就是, 我們要, 嗯, 這個, 最常聽到的就是說, 我們要脫離火宅這樣子的, 就是, 要, 要解脫, 生死輪迴, 嗯, 這個, 這個感覺比較是, 那個, Karma Yoga, 在強調的這一點這樣子的, 就是, 我們做的事情呢, 不要, 嗯, 就是這樣講的, 嗯, 要注意到, 嗯, 善業跟惡業啊, 然後, 嗯, 嗯, 要再學習這一些這樣子, 那我的感覺是, 好像這樣, 對, 同學們會, 我有這樣的感覺嗎? 好, 嗯, 如果同學們沒有, 嗯, 還想要再繼續分享的話, 那我們下個禮道, 就開始進入到, 下一個階段的Stages of Life, 這樣子的, 好, 那, 這個, 嗯,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部分, 嗯, 也是, 很精彩, 那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討論到這裡, 下個禮拜, 再繼續跟大家, 分享一下, 嗯, 對, 謝謝大家, 今天, contribute很多, 那, 要不然, 我們就下禮拜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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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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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